我之前比较偏重于 寄生成佛法的教育 实际上这跟我们历代祖师传承 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达摩西来无一字 传承传宗第一祖 他第二祖练成了一个人 第三祖又练成了一个人 然后直到六祖会能的时候 才不是单传 他修成了六祖会能门下 修成四十三位大师 然后各礼宗派成了曹洞宗 云门宗 法衍宗 练成了四十三个 当年我在受师命 熊春剑教授领我登山 看法界授权 给我接了一幅画卷 那个时候我还心眼蒙着 但没开 没看到 师父把画箭打开了 他说 哇 不错 给了你一个任务 今生要度三百个成圣 肉身成圣的人 我当时我这个贪心很大 我说 师父怎么可能只有三百个 这七十多亿人 怎么可能只度三百个 师父说 这个是寄生成佛的 你这已经了不得了 那是王冲阳祖师才度了七真子 七个人 禅宗每一代祖师就度一个人 六祖不错 度了四十三个人 那法界给你度三百个人 成就 你肉身在的时候 他成就 这了不得了 大成就了 我说 那能不能多点 这是我过去是 这个发的心太大了 这个所以是希望多一点 也不是完全忍心的他 师父后来又拿个一框 又说 不错 还有一部法是捷引法 那这部法在你没下成就的 就不计就输了 这就是我们往生法 往生法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